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射擊的 它會自動射擊 然後我們只要左右動就可以了 自己射動 攻擊力好痛 它敵人都有一個血量耶 然後 喔 狂暴 喔 這是加攻擊力的劍對不對 喔 散發 好散發喔 這也太散發了吧 等一下 現在是教學模式嗎 喔 是這樣 一開始進來就玩 就開打了 生冤王座 有一個妹子 貓兒 貓兒妹子 它是魔女喔 喔 四頭身的感覺 Boss直接打這個嗎 好 魔女 貓兒魔女 它射蝙蝠耶 子彈 唉唷 會加速 好 感覺我們的攻擊力好像很痛 這是炸彈 這個炸彈好像很強 欸 解決了嗎 欸 怎麼了 呃 劇情動畫開始了 喔 直接撞嗎 這不是射擊遊戲嗎 等一下 不是射擊遊戲嗎 直接撞下去囉 好 這樣我拋向了岩漿 欸 等一下 你掉到岩漿 你掉到岩漿 這樣 沒事嗎 這個主角這麼厲害嗎 掉岩漿也不會有事 那是喝抗火藥水 嗯 好 所以剛剛就是簡單的開頭畫面吧 這樣就可以登錄帳號 呃 我先 免注測試玩看看好了 好 欸 一進入的主畫面大概長這樣子 然後後面背景還會動耶 呃 我看一下喔 有一個任務 嗯 這個是遊戲指引 喔 好 可以免費買寵物糖 喔 所以這寵物是不是還要練 要養 要問牠吃東西 好 這邊可以買到B級寵物 喔 每天免費喔 買一個 消寵物糖 就這樣 好 喔 十分鐘後又可以再免費一次 然後下面有一個 鑽石購買的A級寵物 這也可以免費一次 喔 好 好 金飛喵是這個嗎 是吃的嗎 好 喔 那這個要兩天之後可以再免費送一個 嗯 好 然後 這兩隻 欸 這也是寵物 星光 幼龍 跟金飛喵 這是喵嗎 這是史萊姆吧 那 這個要怎麼辦 這是什麼 選擇寵物 好 哇 找那麼多 欸 我怎麼有那麼多東西啊 這個呢 這裡一大堆 然後 欸 等一下我的 等級怎麼好像有點高 等級吧 而且名字已經有了 欸 又是按那個 就是試玩 免注測試玩 按 就 等級到好像有點高 好 然後 哇 這個也是有VIP喔 好吧 就是多一些東西 嗯 領不起 這樣可以領嗎 領不起 算了 那 任務 好 任務看起來就是成就啦 我已經八等了欸 你竟然就八等 好 好吧 來看看 好 那我們的龍穴 這裡 喔 這隻就是一開始 那個算是新手教學的那個靈異吧 好 尚未解鎖 然後 金哥 名字都奇怪 還有骨頭龍喔 獸魂 煞氣煞氣的 靈驚 精靈龍的感覺 鋼鐵 好 好像 小胖 他名字一定要這麼好笑嗎 雙頭龍 哇 冰火 冰火之歌 好啦 星光 噔噔 好 好多喔 然後 黑風 這隻好像是 欸 我現在做的好像就這隻欸 有等級 然後 還有好感度 然後他可以撫摸 撫摸次數一次 被弄有些累了 所以這要摸一摸可以增加什麼好感度 還有一些數值 物理攻擊 物理防禦 還有技能喔 我怎麼感覺我一直在轉圈啊 這一直在轉圈 升級看看好了 最高戰力 這個升級還滿便宜的欸 欸 喔 好 飛龍等級不夠 不能繼續升 這好便宜喔 升一下 不曉得為什麼我錢那麼多 好吧 不曉得為什麼那麼多錢 我就來 看能不能什麼升級 雞腿 欸 我好多食物喔 怎麼那麼多食物 試一次 反正我只是試玩 試一次 欸 角色等級滿了 超過了 不能吃太好的東西 角色等級太多了 好啦 那我技能就可以升一升 好 那既然我好像有一些寶石 我看一下我能買什麼好了 看一下喔 限時放賣 護手進階石什麼 這還要做裝備嗎 戰靴碎片 精英BOSS掉落 好 欸 可以買龍欸 星光之魂 欸 也是提升 他的星級的喔 鋼鐵之魂 這些龍 這樣還好 然後飛龍成長包 好 這是吃的跟玩具 就這樣 欸 百鑽 好像還好欸 刷新看看 刷新要 要鑽石也算了 好 那我看看 試煉模式要10級 無技模式 18級 不能玩 關卡模式 呃 已經玩到第五關囉 什麼都還沒玩 就已經第五關 異界 好 一個 魔界飛書 試一下好了 輔助蟲 不能選 沒有輔助蟲 那剛剛那個寵物咧 不能點 好啦 試試看 欸 有欸 旁邊兩隻小寵物啊 這是有中文語音 還蠻好笑的 好 那這 射擊遊戲其實還蠻簡單的啦 這個彈幕好薄啊 彈幕太薄了 然後敵人都有血量 我這隻好像算是 集中攻擊型的對不對 其中型的 而且這射擊又有血量 所以被打到其實也 沒差吧 反正應該有補血的可以吃吧 補血量 好像以前很多遊戲就是 只要被打到就死掉了 什麼雷電啊 什麼射擊遊戲 通常都是碰到一顆子彈就死掉了 然後但是 手機上好像都會做比較簡單一點 都血量制 耐久制的 就不會直接死 欸 就這樣 怎麼那麼簡單 所以它不是霉光都有王喔 不一定霉光都有王 好輕鬆喔 好像要到最後吧 第... 一隻熊 一隻熊 好有Boss了有Boss了 終於有小Boss嗎 這隻熊 魔太敵 欸 跑來跑去 惡魔熊 好 好像還好 這個彈幕也太寬鬆了吧 欸 那個黑黑的是攻擊的嗎 欸 追蹤欸 還是吃的 這是吃的嗎還是什麼 該是攻擊的吧 放個炸彈 喔 果然彈幕都會變成那個金幣 解決了 超容易欸 這個炸彈 60秒可以放一次 好 一開始果然就很簡單 簡簡單單的 好 十等了 欸 怎麼升那麼快喔 剛剛打一下升八 欸 升九等 然後現在又升十等 好啦 我終於打到最後一關 夜魔女 拉蒂 喔 就是我們一開始 動畫中那個 那個魔女 這感覺還蠻適合當夥伴的啊 為什麼她是魔女呢 她是Boss 好 終於來到最後的王啦 好 喔 喔 蝙蝠彈幕 喔 會加速 那這場景的動畫還不錯啦 那這場景的動畫還不錯啦 好 就是這個嗎 我們一開始遇到的 那一開始不是已經打過了嗎 那一開始不是已經打過了嗎 丟了龍的騎士 喔 所以我們又來到這裡了 又來打一次 好 喔 蝙蝠彈幕 喔 會加速 也還好 蠻好散的 這是什麼 追蹤彈幕 會散發 也還好 可是感覺 機體的能力 不曉得沒有差很多耶 因為這只要不要死的話 就可以一直慢慢打下去了吧 我們不要受傷 根本就無敵啊 還沒被打到過耶 可能之後的Boss 會有比較強的技能吧 變身了 第二段血量 如果你有玩過 東方系列的彈幕啊 應該會覺得這個非常的輕鬆 或是你玩拉比利比 裡面也很多彈幕 最近好久沒玩囉 之後再找時間玩一下 拉比利比 彈幕好像也比這個還難閃啊 雖然它是2D的 橫向的 不太一樣 阿這個 欸 我好像被打中耶 沒有發現 不過還好嘛 沒有很痛啊 放個炸彈 啊 通通變成錢 變分數 解決了 欸 超容易的啊 這個其實 超簡單啊這個 這算是難度很低的射擊遊戲吧 手藝上的這種射擊遊戲 是難度都 通常做比較低一點 就是比較好上手的感覺 好 又升級了 為什麼打一關升一級 怎麼那麼好升 這麼簡單 好 大概是這樣啦 精英級關卡 好 應該算是 好像副本的感覺吧 恐怖龍王 風暴 好 精英關卡可以打到飛龍之魂 好像有那個魂 就可以召喚那個龍的感覺囉 然後 感覺還是蠻容易的嘛 好 然後試煉之地 現在可以進去了 就是打金幣跟 打飛龍食物的 就算副本啊 那種打材料的副本 提升經驗值的東東 感覺這個龍鏈好像沒有什麼差 就慢慢打也可以 不會死就好了 有什麼可以領 領一下 好 蒐集這個魂好像就可以召喚這個新的飛龍了 飛龍星光 好 感覺是蠻容易的一個射擊遊戲啦 大概這樣試玩一下 那今天差不多先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推薦的其他遊戲呢 可以留言在下方 然後我去看看 那要不要玩我最後會決定 所以就不要一直問 可不可以玩什麼可不可以玩什麼 那我會自己去看 我自己會挑選看看 然後有興趣的話我才會去試玩看看 好的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見啦 大家掰掰